大家好,我是热光老师 接下来跟大家预报 4月16号、17号、18号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跟礼拜一个星座的运势哦 运气特别好的 三个星座呢 第一个是狮子座 海外的运势啊 特别的旺哦 这个周末也可能呢 去别的地方走一走 然后积极的去享受你的生活 第二个呢是牡羊座 桃花运气特别旺 这个周末呢 如果有安排约会的话 你一定会变成啊 魅力四色的万人迷 第三个呢是射手座 你可以展现你的理念呢 展现你的理想 虽然周末呢 还是会把心情啊 用在你的工作上面哦 然后有热情奔放的感觉 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 第一个是金牛座 家庭当中呢 有一些琐事啊 可能会干扰你的想法啦 干扰你的情绪 然后让你必须要停下来思考一下 第二个呢是处女座 你的父亲呢 你的家人可能对你非常严厉哦 然后要小心 情绪可能会受到一些挫折 在性颜色及数字部分呢 风向星座朋友是橘色 数字是4 火向星座朋友是绿色 数字是3 水向星座朋友是蓝色 数字是6 土向星座朋友呢 是金色 数字是7